3就是要破30萬 30萬 你應該是個狂欸 今年的第一月目標 交到新的女朋友 開玩笑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迷路爹爹 今年要拍的題目是呢 2020的新年新目標 現在二月拍這個應該還來得及 那我覺得拍這樣一支也蠻好的 也鼓勵大家在新年的一開始 可以為大家自己今年的年度規劃 設立一些目標 給自己有一個努力的方向 那達到的時候也比較有成就感 因為要從起點到終點有的時候 是比較困難的一件事情 你如果漫無目的的話 就會繞一些遠路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定個目標其實也不錯 可以在年終六月七月的時候 稍微來審視一下 看有沒有到達中途站 可以把計畫做一些調整 我覺得這也是對自己負責任的一種方式 好我的目標是什麼呢 第一個 我希望減少我的罪詞 罪詞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一個罪詞 然後呢 所以 我的意思是 這些我認為都是罪詞 我覺得也是罪詞 為什麼有這個想法 因為前幾天看了一支影片那個文章 就說怎麼樣讓講話變得比較聰明 他說原則很簡單就是減少罪詞 在你要思考的時候就留白停頓 我有想過為什麼我會有這些罪詞的原因是 以前跟歌手做訪問的時候啊 或是錄通告的時候啊 或是以前做直播的時候啊 都要盡量把這個時間給填滿 我必須找一些詞彙填補思考的空間 但我現在會覺得這其實是一種有點沒自信或害怕尷尬的表現 現在錄影片拍影片可以自己控制剪接 好像就不需要那麼多的罪詞了 所以我接下來呢 想盡量減少我講罪詞的習慣 不用這些罪詞人家也聽得懂你在講什麼 這些罪詞有點像是彈性跟填補空白的作用 但在YouTube上面是不用這些詞彙的 我自己在剪接的時候我也有發現我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是我今年要努力的事情 勇敢的在談話中留下空白 該思考的時候就思考 該停頓的時候就停頓 會滿好的 我剛剛本來想講我覺得會滿好的 但現在我就把我覺得刪掉 不講 這是我第一個要努力的事情 第二個要努力的事情是呢 我想變瘦一點 我現在體重是80億公斤 前天兩最近有在健身 但飲食的部分還沒辦法控制得很好 雖然我早餐盡量都吃茶葉蛋 熱美式 地瓜 但工作到太晚會忍不住吃宵夜 所以體重有一點下不來 但整個體態有變好 嗯 這是我2020年目標 我希望可以到差不多77或78公斤左右 然後體態看起來更好 不要再有一些駝背的跡象 從去年到現在已經改善的蠻多 我覺得我之前應該比較像這樣 現在比較像這樣子 已經好一點了 但希望可以繼續的努力 第三點 這個我比較沒把握 想學開車 今年如果要買車的話 可能會有一點硬 因為頻道的收入的關係 沒有買好像就沒有必要去學怎麼開 所以這個先讓我講出來 但是我斟酌一下 大概就這樣 生活上 工作上呢 第一個目標 希望有自己的團隊 因為現在的片量越來越繁多了 那其實思考自己的拍片 進度跟過程 發現 最缺乏的關鍵是 少了一位剪接師 因為我自己拍 跟自己初剪是沒有問題 但是 我已經知道我自己的弱點是什麼 就是我非常不喜歡 因為它是相對比較繁瑣的工作 因此我在做的時候 我會不斷的分心 導致整個進度非常緩慢 但我初剪是沒有問題的 我滿喜歡做 控制節奏這件事情 但要我 為一個效果 是一直在修細節 調位置 調它的淡度淡出的話 我就會很美送 那跟公司 還有跟 Alan討論過後 我就覺得 需要一個剪接師 所以在年初的時候 有開始面試了一些 來應徵的剪接師 希望這件事情可以順利 那也學習怎麼樣 做團隊溝通 讓整個米露的頻道的運營 會越來越順利 這是今年的目標 再來第二個目標 是希望可以自己去韓國拍片 可能是去釜山吧 因為釜山是一個沒有去過的城市 希望今年可以達成 那為什麼是一個人去呢 不是一個人去 一個人跟自己的團隊去 一個人去的目的 是希望可以控制 這樣一趟的成本跟支出 還有時間的掌控 一趟旅行過去 要花多少的經費 可以產出多少支影片 要帶來怎麼樣的收益 要怎麼樣的規劃 這是我今年希望 我可以自己安排好 因為過往在韓國拍片的模式 比較像是跟阿聯一起出去 那遇到什麼就拍什麼 那在空檔安插我拍片的時間 這樣比較 沒有過一整次都是 油屋米露主導的拍攝的行程 所以今年希望 嘗試這樣的事情跟規劃 至於頻道的部分呢 現在的訂閱人數是 8萬3左右 阿元說 年底我要25萬 我覺得這有點非常緊繃 但阿元的做法就是 目標要先訂出來 我們就硬想辦法把它達成 不管你可能會累爆啊 或是你要花很多的成本這樣之類的 那我自己覺得保守估計 保守估計 我覺得15到17是一個 我理想中能達成的數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問問Alan的意見 看身為一個經紀人 今年對米露設下的目標是什麼 好他剛剛已經抓完頭髮 他現在要入場 喔工作上還有一個 對 希望今年有機會出一首 迷入自己的單曲 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 寫了蠻多的歌了 各式各樣的風格都有 我現在不想出歌的原因是因為 就頻道現在的狀況 我覺得還沒到可以發歌的時間點 但可能到破10萬 12到15之間 我會覺得是一個適當的 可以讓歌有更好的曝光跟討論度 那時候再做這件事情是OK的 那希望可以讓大家快快看到我作品出來 好接下來喔 你可以進來 3 2 1 從妳的角度來說 我想到了一個 3 3 3策略 妳要選立委是不是 好3 3 3策略 米露2020的目標 第一個3 好 3元 卡位3元頻道 1 2 3元 3就是要破30萬 30萬 你剛剛是黃欸 我靠30萬欸 你剛剛做的夢太小了 30萬 對啊 現在2月 10個月一個月3萬 30萬 一個月2萬 小吳說今年他要破100萬 那他現在是61 他要破100萬的話就是要漲10萬 就是翻倍喔 你漲20萬 我翻倍是16 不管 就是30萬 這是第一個3 好 我跟阿元的想法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要把目標設在那邊 然後拼盡全力的去達成它 好 第二個3就是 就是月觀看破300萬 好跟大家解釋一下月觀看是什麼 就是一整個月在米露頻道所產生的觀看次數 目前啊 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 1月是80 去年的時候平均一個月大概是65到70 對 今年我目標是一個月多少 300 破300 破300 哇靠 真的假的 你對我好有信心喔 今年 現在才2月耶 你還有10個月可以努力耶 好 第三個3囉 第三個3 就是在 Internet上面的排名 到300名以內 300名以內 好跟大家解釋一下 Internet是什麼 Internet是一個可以看 每個國家區域的YouTuber的排行榜 照訂閱數來排名 就是說這個 比方說台灣區第一名就是這群人這樣子 這個有一個順序 那我目前的位置呢 是剛進了900名 對 8萬多層進900名 好不好 那阿圓多少 阿圓大概140左右 對那你剛剛說是前300 那你知道現在前300是多少 你說訂閱數還是什麼 30萬 好像還沒破30萬 還沒破30萬 有看到阿滴的日常在290幾 好 我目標就是超越阿滴的日常 哇 可以可以 寄生上流都可以拿到奧斯卡最佳影片 對嘛 我們有什麼可可以 希望了喔 因應這個願望你有什麼樣的政策 我們要有配套措施阿 不管你是空喊 你這樣 有什麼差別 那生活上跟我相處這半年來 你覺得我有什麼需要感激 我沒準備 沒有準備好再上這種事情 喔 積極 積極的態度 積極的態度 沒有應該是說男生通常都會 大多數的男生通常都會有一點刷刷的感覺 對 所以我覺得可以把這個部分做得更好 積極就是也不是說米露不積極 應該是說多少 我不會多做 對對對 我不會多做 每個人都有一些惰性的部分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需要碰到的難題 不是只是說 好 我們先把Switch跟PS4丟掉 我們就會更機器 先給我就好 你也要一起接集阿 我再回家 你也要一起接集阿 Alan是一個幫助我很多的好body yes 好結束了 掰 今天的目標這樣應該就夠我忙的阿 那如果你們有想到什麼的話 也歡迎跟我分享 或是你想在影片下面講你自己今年的目標 我覺得也不錯 一年後再回來看看 我們再回來看看 你有沒有做到 或者是我有沒有做到 做到了幾個%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阿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米露的YouTube頻道 Follow米露的Instagram 我們一起完成今年制定的目標 不管答不答得到 先拼一波再說 好不好 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